直到看到暖暖被当祖宗养 才明白马来西亚对熊猫有多溺爱 其他熊猫出国的叫打工 马来西亚熊猫是出国当祖宗 马来西亚到底有多成大熊猫呢 上下班全程有奶爸抱着接送 只因怕熊猫累着 主打的就是脚不沾地 只要他们想爬树 也是由奶爸动手 自以不动手 主打就是会享受 所以这就是 马来西亚熊猫就连屁屁都是白到血量的原因 甚至有猫粉调侃 暖暖回国连脚底都是八成心的 就连暖暖睡觉都是泰式按摩家红的 而且还是小心翼翼怕弄疼了暖暖 熊猫厨房都是为它专门设计的 食谱也是请了高级营养师搭配 每餐必须由营养师来制作 食谱每周都要更换 为了暖暖方便进食 水果和竹子也是按小块开切好 害怕熊猫吃竹子伤到牙齿 直接把竹子去皮切再切成小小一根 更离谱的是 只要暖暖揽着不想动 饲养员还会将食物放到肥里 只需要动口就一定不用动手 所以暖暖回国后连笋都不会去皮 因为它根本不知道笋笋还有皮 异议和生意回国的时候 知道它们不会包笋皮的奶爸 会在回国前教它们吃笋去皮 结果笋没吃到 还搞到满地都是 马来西亚的天气非常炎热 动物园害怕熊猫不适应 动物园直接给熊猫馆 安装三十几台空调 而且还是一整天都是开着 单单一个月垫费 可以吃掉马来西亚国宝 莱莫整个月的费用 马来西亚莱莫 在大熊猫没来之前是国宝 后来国宝大熊猫来之后 同样是国宝的莱莫身份和地位 只能排第二 就连马来莫都想不通 同样身为国宝 也是有着一样的黑白色 熊猫什么就待遇那么好呢 为了给熊猫提供舒适的环境 熊猫馆规定 游客看熊猫时 不能出现噪音和吵闹 任何设备拍照 观看的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 出现超时情况立马驱赶 疫情三年的期间里 动物园几乎是没有利润的 但大熊猫依然养得白白胖胖的 反而其他动物都明显瘦了一圈 只要暖暖到点上班还在睡觉 或者不想上班时 奶爸就会用熊猫玩偶 在木架上摆放 代替暖暖上班给游客看 主要还是为了游客不白来 暖暖的的童年过得非常不错 回到国内之后 奶爸时隔六年还会来看暖暖 希望暖暖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也能够再往后雄生能够被善待